我們現在開始複習序論的部分 第一個呢,是先告訴各位在這段過程當中 有哪一些是我們的學習重點 我們要學習的是儀器的操作方式 有像酒精跟是常常考的 然後我們會需要知道測量值怎麼樣的寫法 我們經常考的事情是 知道最小單位,請寫出正確的測量值 我們要怎麼樣使用天平,怎麼樣測量質量 密度是各位所碰過的第一個計算題 有一些觀念,還有控制邊緣法考過很多遍 做一個實驗,問你說從這個時間你可以知道什麼事情 這就是你的學習的重點 第一個呢,是有關認識實驗室有關儀器的使用 酒精燈,告訴你添加酒精燈 要用漏斗去添加,不要直接到 然後呢,裝個八分滿 意思重點就是,有人寫法不一樣 重點就是,不要不夠多,但是也不要太多 不要不夠多也不要太多 太多容易滿出來,過多容易會發生爆炸 因為它有蒸氣 然後呢,水太少的時候會有太多的蒸氣 這個時候容易有爆炸 太多的時候容易滿出來,倒出來 可能會發生危險 所以呢,裝個八分滿的意思 然後點酒精燈的時候要用火柴打火去點 不可以用酒精燈點酒精燈 因為我跟你說過,酒精燈裡面沒有酸 它可能就會掉出來 你的酒精燈就會灑出來,可能就會開始著火 所以重點就是,不可以拿酒精燈點酒精燈 然後呢,要洗暈的時候用燈罩蓋洗 不要用嘴巴吹 嘴巴吹的時候,它那個蒸氣燃燒東西跑到外面去 有可能會點燃皮的玩意 所以要燈罩蓋洗 所以呢 再來就是,如果 萬一不小心撥出來 在著火的時候,用濕抹布蓋洗 這個在上面講過了,不要只會廢 只會考試,可能真的發生的時候什麼都不會做 什麼都不會做,OK 然後呢,濕抹布蓋,就是考試 常常就考這些,可能考這些 怎麼樣點啊,怎麼樣滅啊,怎麼樣把它熄滅啊 考這些嘛 好,涼桶 基本上涼桶只有一個用處 涼液體體積 所以,不可以拿來加熱 不拿來發生化學變化 也不會拿來配置藥體 反正就是拿來只有兩體 液體體積而已 重點就是,使用的是要平式 這個平式,有人說錘子 反正就是東西拿直直的眼睛放平平的錘子 平式哪裡,就開異面的狀況 異面如果凸起,就是水銀 我們也只有學過水銀是凸起的 就不是最高點 如果凹下去,就像水 凹下去的就目視這一點 這個目的都是為了要減少誤差 這個目的都是為了要減少誤差的關係 所以,這是涼桶 然後呢,滴管 到你吸的時候,不要吸太多 其實,當然我會再講一次 重點是,你不要讓液體,你的藥體 去碰到上面那個塑膠球 那個橡皮球 上面那個乳頭滴管那個部分 所以,不要吸太多 然後,吸得差不多呢 就是液壓,你低太多 就使用了 所以呢,當你吸完之後 不可以倒置 不可以反過來 剛才講過了 重點就是 不要讓那個藥體 去碰到你上面那個橡皮的部分 所以,不可以倒過來 不可以倒過來 就使用了 這個大學學生有考過類似的 然後呢 這些都不能加熱 兩桶錶玻璃都不能來加熱 溫度計呢 不可以直接加熱 放到水裡面 跟水一起煮可以 可是不可以把它放到火上 都不能再加熱 然後我們通常很多都會間接加熱 比如說燒杯 或什麼之後會間接加熱 怎麼樣間接加熱呢 把它放到陶瓷纖維網上面 為什麼要加一個陶瓷纖維網 是為了使它能夠受熱均勻 因為受熱如果不均勻 有的膨脹多 有的膨脹少 容易會有破裂的現象 容易會有破裂的現象 那如果不需要加強熱 可以用隔水加熱的方法 我看一看就好 我生物應該有用過隔水加熱 以後比較沒有碰到這個狀況 就是加熱的部分 有些是不可以加熱 有些希望能夠 墊在陶瓷纖維網上面 讓它受熱均勻的加熱 讓它受熱均勻的加熱 然後呢 試管燃燒時可以直接放到火上 那試管在加熱的時候 通常會讓它斜斜的 你增加它的接觸面積 然後斜斜的時候 有個試管管口 根據實驗的不同 可能會朝上 可能會朝下 但是不管朝上或朝下 重點是不可以朝人 你可以把那試管口對著 對著 也不要對著 用眼鏡錯它 實際上去看它 看它 那是不行的 不行的 所以這是 來 這是可以直接加熱的東西 然後呢 如果移動加熱的東西要小心 其實這邊只有寫加熱後 不止了 因為在大學實驗室可能有太冷 過冷的東西 那個移動太熱的 跟太冷的東西 都要注意 都要注意 要戴個手套啊 或者是什麼樣的方式 避免受到傷害 然後觀察這些藥品的時候 基本上不要直接拿眼睛啊 鼻子啊 去湊進化學藥品的瓶子 這樣容易呢 會碰觸到它 然後呢造成傷害 如果一定要聞的時候呢 我們講過用三文的方式 用三文的方法 來 來聞它 不要深深給它吸口氣 那怕你就 可能就麻煩就大了 有些藥品味道非常的不好 非常不好 好 那我們講過這個甲犬 甲犬 浮馬 味道非常不好 那深深吸口氣就差不多了 然後呢 到榮譽的時候 要順著這個波棒倒下去 除非因為瓶口太小 或什麼之類的不適合 然後就順著波棒倒下去 避免那個液體到處亂撐亂劍 然後呢需要喇喇的時候呢 就拿波棒去喇喇 不然就是把那個封起來 封棍咬它 都可以讓它直接晃它 這樣容易會散出來 劍出來 特別注意 那個波棒 波棒 拿來喇喇 雖然看起來 溫度器也是玻璃做的 它不可以拿去喇喇 然後你瞧 它只要出現一點點 你看不見的裂光 那個波棒就掛掉 溫度就掛 所以 不可以拿溫度器去當波棒 就會喇喇 然後呢 這是考試愛考的重點 如何稀釋濃硫酸 要把濃硫酸 要把濃硫酸緩緩 加入水中 實時攪拌 不可以倒過來做 因為濃硫酸非常喜歡水 它有強力的脫水性 你把水丟到硫酸裡面 硫酸好會搶水 很容易會產生爆炸性的漸減 噴出來的碗葉是濃硫酸 腐蝕性效果特加 所以 不要這樣做 所以這是愛考試愛考的事情 要將濃硫酸緩緩緩的倒入水中 緩緩倒入水中 OK 最後就是萬一不小心碰到了 萬一不小心碰到了 就拿大量清水沖洗 我跟你講過了 大量清水的意思就是 拿水中的東西衝一衝一衝 衝很久很久 大量清水的東西 就是有關於一些儀器的使用 根據加熱及化學藥品的操作的部分 請問有問題嗎 沒有 很好